因為大家都說喜歡看我化妝的關係 所以現在就要來化妝 化妝的同事順便想跟大家分享這個資訊 但是由於我覺得現在我的樣子好像有點太傻的關係 我還是塗了底妝 再說完眉毛 再跟大家說 大家等我一會 好 那我今天全部的化妝品都會用 我的外牌 Dude House Foundation我會用他們這個 Double Lasting Foundation 我用的是 色號是N03 它有兩款的 這隻黑色蓋就是霧面 另外有一隻紅紅亮亮的臉 那隻就是有光澤的 那平時我自己多數都會喜歡用霧面的比較多 我喜歡霧面 因為看上去整個很有陶瓷感 感覺上很細緻 對 而且因為遮瑕膏很好 所以我用它的時候 我多數都不會用遮瑕膏的 而且因為它非常細分 所以我做12個顏色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很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粉底液 好 那因為現在我是冷色掉頭髮 所以眉筆的部分我都會選擇灰色 然後呢 畫眉筆的時候 我是不可以說話的 等我一下 好緊張 每次畫眉的時候都 其實我覺得這麼淺色 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就算不小心很大力畫了下去 因為它淺色的關係 所以都不會太得額 那我要分享的資訊是什麼呢 就是話說 EDUDEHOUSE最近推出了一個PINK KOL的挑戰菜 如果你對化妝很有興趣 你也想試試挑戰 試試拍美妝片的話 都歡迎參加 我自己用了EDUDEHOUSE的產品 其實都很多年了 由我剛來韓國開始就已經用了 那基本上我覺得它們的彩妝產品 都是很簡單易用 而且性格比很高 所以我覺得都挺適合化妝的新手們 但是簡單得來 它們的種類有包羅萬有 無論是顏色 種類都是非常豐富的 所以在打造不同的妝容的時候 我也覺得是挺容易入手的 好 那重點來了 參加這個比賽之後 有什麼獎品呢 每個月可以率先免費體驗它們的最新產品 還有第一名的話 是有1萬元的獎金的 所以我覺得無論你是男生女生也好 如果你平時有化妝 也是喜歡化妝的 真的 這次機會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嘗試 因為這個是KOL的比賽 可能平時大家喜歡化妝 或者是化妝很厲害 但未必會有拍妝片的經驗 而少會拍妝片的經驗就不少了 所以以下下來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時拍妝片的時候 有什麼小提示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再拍你們的妝片的時候 可以更加特心應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最重要是夠光 因為你不夠光的 比較難看得清楚 前後和後 背景盡量不要太雜亂 而且品牌們 多數都是喜歡我們穿淺色衣服 所以最好穿淺色衣服 但當然我覺得要配那個妝是什麼 然後就是畫陰影部分 而且我覺得 非常重要就是 要展示你用什麼產品 觀眾們看影片的時候 其實都很想知道 你是用什麼牌子 或者用什麼產品 然後他們就可以直接跟 要清楚展示你的產品 一會兒 痕痕地 哎呀 歪了 我覺得平時化妝和拍片化妝 最大的分別就是 妳平時化妝可能 妳在很多位置會錯過了 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如果妳拍片錯過了 可能整個效果呈現就沒有那麼好 比如是陰影這個位置 眼影方面 一直都在用鼻扣 我真的超級喜歡它 然而我都燒了不少人 我已經用到開始粒粒的了 但是呢 今天就不用這個 因為呢 絕對好想出了一個 新的櫻花系列 有很多顏色的 我就選了這個Dry Blossom 它整個Tone都是Crew Tone來的 光草玫瑰色 超級漂亮 我頭髮也是冷色調 配上冷色調的眼影 其實是一個非常合適的配搭 跟大家試試看 超漂亮 這些綠色都會非常容易搭配 但我覺得化妝也有特別注意的地方 因為用不同的相機可能也有不同的色差 或者大部分相機都會把顏色吃掉 所以你在化妝片的時候 儘量化深一點 平常你化妝可能覺得已經是100%了 但是你拍妝的時候 你可能要加深到120或者140 才足以整個畫面可以呈現到 超漂亮 是我超級喜歡的 玫瑰紫色 其實我自己也是去年的年頭 開始才真正對化妝產生的興趣 雖然化妝小時候開始就已經化了 但是對化妝真正有興趣 其實是去年的年頭才開始 忽然產生興趣 所以去年開始就去看很多不同的妝片 或者研究一些明星的妝容 看看為什麼他們的妝化得這麼漂亮 看得多了 然後慢慢再鑽研一個適合自己的化妝方法 所以我去年開始覺得化妝是一件很可玩的事 不過我覺得也要看回不同的化妝品 我覺得Edude House的這個眼影 其實我現在的現實看和鏡頭 都不是說差得太遠 鏡頭也不是說太適合 所以其實我現實和鏡頭的濃淡度 其實不差太遠 因為我最近喜歡一些比較誇張一點的眼色 所以我無論是頭髮 或者是眼影 或者是嘴上 我都會化得比較 顏色明顯一點 但是不同的場合 都會有不同的妝容 如果是有需要化得比較淡一點 我都會化得比較淡一點的 因為我真的很怕有些眼影 就算你無論塗多少層 它的顏色都會出不來 你就會覺得 非常之鬱悶 我覺得從去年開始拍妝片之後 我覺得都蠻好玩的 例如是我多了很多機會去開箱 一些我未接觸過的化妝品 就算不是廣告也好 有些品牌可能想自己多一個機會露面 之後就會寄一些公關品給Youtuber 然後Youtuber就可以開箱 可以試 我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女生雖然只有一塊臉 兩隻眼一個比一個嘴 但化妝品永遠都是買不夠 永遠都覺得沒有一個顏色的相同 就算是唇膏 每一隻紅都是不同的顏色 多了很多不同的機會去認識 或者去試一些不同的牌子 或者新牌子 我覺得很好玩 在開箱或者試產品方面 不過我覺得拍妝片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是怎樣呈現漂亮 怎樣化妝才不會過分 或者怎樣才不會做得不夠 其實一開始都比較難捏 所以都是那一句 所有東西都是經過時間的鍛鍊 練習得多就可以了 好 然後就差最後一步就是嘴了 那我就選了這個 這個也是他們新出的 B2101號 非常春天的顏色 我去買的時候它有60支 超誇張 60隻顏色 分霧面和不是霧面 這個就不是霧面的 塗上去很順滑很舒服 而且有淡淡的土的香味 因為眼妝比較強烈的關係 所以唇膏部分我就不塗得太多了 唇膏也好 或者lip tint也好 或者其他都好 我都是會這樣輕輕 blend開唇線的位置 韓國女生們 全部都是會這樣做 她們不希望看到一個很硬的唇妝的感覺 韓妹其實對嘴唇的畫法 是非常之有研究 非常之有要求 貪美那些 喜歡化妝那些 一定不會就這樣塗一個單色 最少都會用兩支做漸變 或者其實用一支都可以 因為外面已經blend鬆了 所以其實在兩年 你再壓身一點 其實有暗暗的有一個漸變 好漂亮啊 眼影和唇色 好柔和 真的好blossom 近一點給大家看 好 好了 那我妝就花完了 希望剛才我分享的小提示 或者一些我的經驗 可以幫到大家 對 對化妝有興趣的 各位真的 不要錯過這次機會要把握了 因為我覺得Editor's的產品消息真的很高 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用多一點 然後好像我這樣 成為了她的粉絲 好 好 期待大家參加這個挑戰 然後接下來就到我挑戰第二件事 其實這個挑戰我想做很久了 也有很多人做過 好 然後現在就終於輪到我了 好 由於這個挑戰是挺危險的 所以我先換黑色衣服 看到這些東西 大家猜不猜到我做什麼呢 咖啡需要2茶匙 然後砂糖2茶匙 2茶匙 我要打400還是4000次 它會變成泡泡 所以現在我就要來挑戰 我用這個這麼小的打蛋器 其實我想說我家裡是有電動打蛋器的 但是我覺得 要挑戰 就要用手打的 好 來 ruined 好 大便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覺得要打4000次 我膠袋好逃 我想說我用這個打彈器 都打了幾分鐘 用這個怎麼行 割一會兒 它會變回水了 我要來試這個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不太喝咖啡的 所以我放的份量比較少 但我猜不到它的份量可以少到這樣 因為其實這個是燒酒杯 不是我本身沒想著用燒酒杯 但剛才我打了咖啡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份量是少到我沒辦法用正常的杯 所以我唯有只好用燒酒杯 有好味道嗎 我又不覺得 是不是正常的咖啡味 但上面有泡泡 我一樣覺得咖啡苦 有人說打完之後會覺得沒有咖啡的味道 但我一樣覺得苦 挺有趣的 但我覺得感覺有點像 平時去Starbucks喝Cappuccino的時候 上面也有泡 那就是那個感覺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喝咖啡的人 怪不得我第一次用燒酒杯來喝咖啡 我第一次覺得燒酒杯的容量是大 所以這個Taguna Copy的挑戰呢 挑戰?! 都不是挑戰的 都從來不是一個挑戰 是不成功的 因為剛才手動打的時候我是不成功 然後後來我用電動打的時候 它會馬上變回液體 所以有點難控制它的濃稠度 反正最近大家都在家裡沒有去做 用這些浪費時間都可以 然後再加多一點糖 然後終於好像成形了 我想說這個才是Taguna Copy 但是這次我放了三包咖啡 我後來再加多了一包糖的份量 然後就得了 原來糖的比例是要多咖啡 不知道是咖啡還是糖的問題 但是因為我家裡沒有白糖 是用黃糖做的 所以可能有影響 我想說這裡的總共是三杯咖啡 然後我剛才又喝一杯 我今天會喝四杯咖啡 我平時不喝咖啡的人 可以喝四杯 雖然我喝咖啡晚上不會睡不著 但是我不知道 好 現在先試試 嘩 嘩 超苦 但是泡沫太多 放那麼多進去 嗯 比剛才那杯好喝很多 順滑很多 因為剛才的咖啡打得好像cream 剛才那杯就很多泡泡 但是這一杯是 感覺上沒什麼泡泡 然後喝下去很creamy 然後我覺得沒那麼苦 但我覺得沒那麼苦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我加多了一包糖 但我想說 這裡是三包咖啡 但是咖啡味不太濃 挺好吃的 我希望今晚睡得到 所以我會不願意 有一點點 比我更多 比你更多 比你更多 兩杯 相比 一杯 水 然後再放入鮮魚 然後再放入鮮魚 洗完鮮魚 切成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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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炒到一整片 炒到雞皮 炒到五百多了 扉 切成的味道 6分钟 3分钟 水 放入 盐 放入 盐 盐 放入 盐 盐 大蒜 爆香 倒入鍋 倒入鍋 全て小麦粉 倒入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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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子和蟹柳的組合 這個是我自己改良版的泡菜炒飯 因為其實以前我是超級不喜歡吃泡菜炒飯的 因為我覺得不太好吃 在外面吃到的都不是我喜歡的口味 又是白中元 我真的超級喜歡白中元師傅 我覺得它的口味和我的口味是極度相似的 這個其實我也大致上是跟著它的方法煮的 重點是因為炒飯的時候有加糖 所以令整個味道豐富一點 divorce生抽 然後把水給點薄 分開啓 分開啓 很方便 裡面的大さじ1 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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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糖 黄糖 肉 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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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乳酱 倒入烤蟹 烤肉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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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的就是大醬湯 我是真的一般的泡菜湯 其實本身那個鹹度是我喜歡的鹹度 也是在外面餐廳會吃到的鹹度 但我覺得既然我家自己煮 而且這個湯袋我又不是用即食那些 我是自己熬出來的 所以我做沒那麼鹹 現在這個味道就是 這樣喝會覺得剛剛好 但因為我加了很涼的牛肉 所以很好吃 因為我最喜歡的 很喜歡的 總算是很喜歡的 如果有個小魚的酒 我會覺得是很喜歡的 有什麼好玩的 我會覺得是很喜歡的 有什麼好玩的 我會覺得很喜歡的